在台北市多数上班族都仰赖捷运通行 但是有一些捷运站的载运量比较低 有网友就好奇在网路上发问 台北捷运哪一站最多鱼 不少网友都点名小碧潭站 猜测它地理位置的关系 载运量应该不大效益不高 但是北捷回应 小碧潭站的地位相当重要 因为它是机场提供列车故障检修还有调度 那么根据8月份各站载运量的统计 小碧潭站也不是最低的 最低的前三名主要都是集中在新北环状线上 台北上班族多数仰赖捷运上下班 尖锋时刻北捷虽然天天被塞爆 但还是有网友好奇发问 台北捷运超过130多个站 如果要选哪一站最多与会是哪里呢 应该是圆山站吧 因为我觉得它离建坛蛮近的 其实像捷运站再下去那个是哪一个 新店驱公所那里 然后那里都没有人 然后也没有电梯 电斧梯 骑车停车其实也蛮方便的 对 所以不用特别搭捷运 但是对那边的居民可能会有差 网络留言超踊跃 答案揭晓多数人都投小碧潭站一票 原因跟会影响绿线区间车有关系 主要是小碧潭在7张和新电线共月台 导致台电大楼站以南的班距减少 因为没有多余月台和南部影响主线 再加上地理位置 由民众猜想此站的载域量应该不会太高 但其实小碧潭站有它必须存在的重大任务 机场的功能是提供列车预防及故障检修的地方 并且处放营运结束的列车 还有即将上线列车的一个准备空间 而其实根据北捷八月份各站站域量统计 最低的前三名集中在新北环状线上 14张站 新浦名声站 投钱庄站 但北捷也强调站域量低 不代表没有存在的必要件 新北市综合报道